水在零度的环境下会逐渐结冰 在一百度的高温中又会开始蒸发 这已经变成了我们默认的基本常识 那水真的只有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吗 2019年 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在实验中发现 只需要给予特定的条件 水在两千度的高温下还会凝结成冰 并且变成一种超离子冰晶 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所谓水的沸点和冰点 全部都是在压强的影响下导致的 在标准大气压下 水想要结冰必须在零度的环境中 而想要沸腾则是需要在一百度的高温环境里 不过若是来到高原地区 情况则就会有所改变 在这里水的沸点只有八九十度 我们很难通过正常方式将食物用水煮熟 这是因为随着海拔越高 气压会逐渐降低 而水的沸点也就无法达到标准 反之则是一样的道理 当气压越高时 水的沸点和冰点也会有着相应的提升 而这种在两千度高温下凝结成冰的水 正是应用了这种原理 科学家们使用高能S射线 将六数巨型激光产生的冲击波 瞬间释放到一层薄薄的液态水上 此时这些水就能感受到 大约四百万倍大气压的压力 而它最热则是能被加热到 两千七百六十摄氏度的高温 令人感到不解的是 这些水并没有被蒸发变成气体 反而是原子冻结成了固体 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冰晶 冰十八 与我们平常见到的冰不同 冰十八是一副黑色的模样 看起来就像被烧焦了一般 在相同的体积下 冰十八的重量 大约是普通冰块的四倍左右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 液态水感受到的压强不同 不过遗憾的是 因为压力和环境温度 只能维持几十毫秒 所以冰十八结晶也很快消失不见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虽然我们无法大批量制作这种冰晶 但在浩瀚宇宙中 冰十八绝对有它存在的一席之地 就比如我们身边遥远的天王星和海王星 因为这两个行星还有大量的水分子 科学家们推测 在这两颗行星的内部 很可能会有大批量的冰十八存在 也正是在冰十八导电能力的影响下 才会使得天王星和海王星的磁场混乱 导致它们连自转方式也不同于其他的行星 甚至科学家们还认为 冰十八这种超离子冰晶 很可能是太阳系中含量最高的水的形态 而在现实生活中 其实关于冰的各种不同形态 我们也能见到许多 就比如神奇的过冷水 瓶子里面的水明明是液体 可只需施加一个很小的令 就能让它瞬间结冰 而将瓶子内的水缓慢倒出后 它也能迅速形成钉扎 那屏幕前的你们 不知道在生活中 还见过哪种神奇的冰的形态呢